接下来要讲一个很重要 热力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叫做平衡 热力学里面 跟其他的 你在其他课里面学的 最不一样的就是 就是熱力學會去探討平衡的概念 所以可不可以問問大家說 平衡這個是什麼意思 equilibrium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對你來說 equilibrium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我的系統其實可以處在一個equilibrium state 它可以在一個平衡的態上 那什麼叫做 所以我的系統可以在很多不同的態上 存在 可是其中有一個態是它的平衡態 那個平衡的態的平衡是什麼意思 大家知不知道有沒有想過 這個平衡這件事情 其實是我們 就是人類對自然界觀察得到的一個結論 就是說 我的系統 如果達到平衡的時候 而且我們系統通常都會自發性的走向 它自己的平衡態 而且它一旦走到平衡態 它就好像具有幾種特性 它基本上有幾個特性 它基本上有幾個特性 就是怎麼樣 就是時間在久 你的系統也不再變了 就是我的系統的性質 這個系統的所有的性質都不隨著時間在變了 第一個我們發現 如果它系統達到平衡的話 它會有這樣的性質 第二個它有一個性質 它的內部會是變成均勻的 然後它會有像 就是均勻的像出現 或是有一個uniform的face 或是有很多個uniformface 所以你的系統達到平衡的時候 可能只有一個像或是有很多個像 第三個我們觀察到就是說 如果系統達到平衡 或是我們會把這個系統叫做平衡 如果你有具有化學反應的系統的話 這個正負反應的 正反應跟逆反應的反應速率 達到一樣的時候 我們會把這個系統叫做平衡 正反應跟逆反應 反應速率都一樣的時候 我們就是說這個系統是達到化學平衡 最後一個呢就是 我這個系統跟外界的互動的這個 這些rate也是零 這個往這邊貼過來 這個往這邊貼過來 大概有四個特性 如果系統如果有跟這個外界的系統的特性 或是系統跟外界之間的互動 如果達到這四個標準 我們就說他達到平衡態 這是我們認為的平衡 但是平衡跟有一個概念 常常常會搞混 就是我們化工裡面 有一個事情跟平衡有一點像 就是這叫steady state steady state steady state 這個詞有沒有聽過 在執屏課嗎 在執屏課課有聽過 steady state 這個詞對不對 記得什麼東西 所以你一個系統或是一個process 達到steady state的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什麼叫做steady state 對啊 也是性質不隨時間改變 對啊 也是性質不隨時間改變對不對 假設我的性質叫theta 就是我的系統的這個 性質不隨時間改變 就叫steady state 對不對 那這個跟平衡是不是有點像 跟平衡是不是有點像 對 不一樣對不對 差在哪裡 steady state 可以依靠 它進去 對 像是我們可以舉例就是 假設有100度 就是有熱水 1度是一個傳統的 所以在這個steady state的話 可以用那個這邊加熱 然後就感覺盲死 然後它好像這樣 但是它可能會變成 它可能不會變成 它可能不會變成 所以很好 就是有個同學說 我可以讓一個系統達到steady state 就是我這邊給它接觸100度C 這邊給它接觸0度C 讓它一邊高溫一邊低溫 那我的系統可能裡面 有一個溫度的變化 這個系統就會叫做 這個系統就會叫steady state 而不會叫equilibrium state 而不會叫equilibrium state 那這個實際的差別在哪裡 當我要考慮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在 我們要想這樣子 就是你其實有兩件事情要 或是三件事情要知道 這個東西是我的system 這是我的system 就是框框裡面 所以這個框框就是我的boundary 這是我的system 外面是我的surrounding 我的系統裡面有一個性質叫theta 對不對 我可能可以改變這個theta的方法呢 就是我從外面給它東西丟進去嘛 對不對 或是我就把東西給拿出來 是不是這樣 對不對 那我要看系統是 是不是達到equilibrium的意思是什麼呢 剛剛這邊講的是 第一個呢我的系統的性質 不隨時間變而變 我應該先講steady state 因為steady state比較簡單 steady state的意思呢就是 你看起來你的系統的這個性質 隨著時間都沒有變化 也就是這個dtheta dt是0 第二個呢就是d in dt是一個constant 就剛剛那個同學說 我可以有熱進來 我可以熱出去 它只要穩定 那我這邊就可以達到 我這裡面就會發展出一個 後來系統的性質 不在隨時間變而變的一個狀態 那個狀態呢就會被叫 被我叫做steady state 就是這樣 好 好 所以你有系統的性質 還有跟系統互動 好 跟系統互動 好 那什麼叫equilibrium呢 好 equilibrium的這一邊 它第一個要件也是 你不在隨時間變而變 所以它也有dtheta dt等於0 然後呢 它有一個是這個 flow rate 進進出出你系統的flow rate 要變成0 所以它的dtheta in dt要變成0 dtheta out dt也要變成0 也就是你的系統不可以跟外界有net的這個heat mechanical或是mass的flow 你的系統才有可能達到平衡態 這是根據這個第四條 它還有一項是這個 這個steady state沒有的 就是你的系統會變成uniform 這個uniform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我的系統的性質 the gradient會是0 系統性質的gradient是0 也就是我這個系統的性質 不會是因為我在這邊或在這邊或在這邊 在這邊看起來不一樣 就是它必須要是平的 在空間上它是uniform 這樣才是真正的平衡態 可以嗎 所以剛剛那個同學舉的例子就是說 我有一個系統 那這邊把它加熱 這邊把它冷卻 這邊它會自然而然發展出一個temperature的profile 對不對 從高溫到低溫 那我會有一個net heat flow 是從這邊進來從這邊出去 那這個系統呢 就是這些性質進來的rate 還有這個系統內部的性質 隨著時間看起來都是不動 可是這邊有一個flux 這邊有一個flux 這個就不符合平衡的要件 有net flux 第二個呢 就是這個temperature 就是dt dx 假設這個是x方向的話 它不等於0 它有一個temperature gradient 像這樣的系統都不是平衡態 都不是平衡態 所以這個是平衡跟steady state的區別 那這個平衡 還有再更深一層 就是叫做穩定的平衡 還有叫做假平衡 還有就是這個非平衡 對 就是平衡有這個穩定性的問題 就是平衡有這個穩定性的問題 它可能進入一個穩定的平衡態 或是這個非平衡態 非穩定的平衡態 它有一種叫假的平衡態 假穩定 metastable the equilibrium state 那這三個怎麼區分 這三個怎麼區分 這個刻板有用一張圖 就是你要看你的系統 是它打到平衡態 這是哪一種平衡態的方法 就是去給它一個擾動 給它一個擾動 你動它以後 然後看它會不會回到原來的狀態 如果你給它一個擾動 它回去原來的狀態 那它就是一個穩定的平衡態 你如果給它一點擾動 結果它就跑掉了 跑到另外一個態 它就是一個假的平衡態 如果不能夠存在在那個態上 它就叫做非平衡態 非穩定平衡態 比方這個板叉 就是我這樣子放著 這個板叉 這樣放在這邊 假如我這邊動不了 假如我可以動這個 或是放在桌子上 我放在桌子上 我這邊桌子上搖一搖 搖一搖 那我發現它還是躺著這樣 那這個就會是一個穩定的平衡態 對不對 那我如果讓它站起來 這樣看起來它也是不動的嘛 所以時間不動 對不對 可是我搖一搖桌子它就倒了 它就跑到另外一個態了 所以剛剛的這個態就會叫做 叫做metastable 這樣子就會叫metastable 什麼叫unstable呢 就是我沒有辦法把它立起來 比方我想要讓它這樣45度站著 就是不行 那個就會叫做 那個就會被我叫做unstable 所以端午節大家在立蛋的時候 立起來的那個蛋會叫做 三個的哪一個 對對對 被你立起來的蛋就會叫metastable 就是你不小心碰一下它就倒了 倒下去那個樣子就叫stable 所以這些這個區分就是給它一個perturbation 就是給它一個perturbation 然後看你的系統會怎麼樣反應 就說得意 Podcast 也可以說不自由 Rad節燻 這次それは 你的系統會 總整加起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